战国时期,梁国有一位县令名叫宋舅,他所管辖的县与楚国相邻。梁初两国都设有防守边境的官署,周围皆有大片瓜田。 梁人其余给瓜田浇水灌溉,他们种的瓜长得好,而楚人懒惰,不常浇灌,种的瓜就长得差。 楚人追妒忌,每晚都私自去扰动梁人种的瓜。 梁人发现瓜每天都有枯死的,就去找负责行御盗补的仙位,甚至想报复楚人,也去破坏他们的瓜田。 先为来请教县令宋舅,宋舅说,彼此相怨恶,怎么可以呢? 怨恨是恒惑的主要原因,人家对我们不好,我们也对人家不好,何必心心狭小到这种程度呢? 如果你肯听我的话,就派人每晚偷偷帮楚人浇他们的瓜,而且不要让他们知道。 楚人一早到瓜田,就发现瓜田都已经浇灌好了,他们的瓜也就越长越好。 楚人感到奇怪,便加追究,才知这是梁国人所做的。 楚县令得知后,将此事报告给楚王。 楚王颇干惭愧,指示梁人退让,于是派人送重金,打谢送救,并请求与梁王结交。 楚王也常向别人称道良人善举,让梁王觉得他是个重信义之人。 因此,梁楚两国交好,就是由宋舅的退让开始的。 正所谓,转败为公,因祸得福。 用老子的话说,抱怨以德,他人的不善怎会值得效仿呢?